感谢神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感谢你 在今天早上 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来 神让我们知道 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 在这个世界上 其他的人 任何的人跟事 都没有你来的可靠 因为你是永生神 因为你是造物主 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 神啊 你真的是我们的阿爸父神 感谢你 我们在生命里面 因为有了你 我们内心有喜乐 有平安 我们才能够坚强的走下去 不管我们在外在 遇见什么样的磨难 遇见什么样的迫害 但是你永远在那里 你永远不抛弃我们 神啊 我们渴望 借着这个读经的平台 我们能有更多的弟兄姐妹 与我们在一起 能让我们 一起在邻里相依 求神每一天 在我们在这里读经的时候 你就降下圣灵 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能深深的了解 圣经经文的意思 也让我们能够 读得更真切 我们也渴望 把这样的福音传出去 让更多的人了解你 更多人明白福音的正道 谢谢神 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把今天所有的事工 恭恭敬敬的交托在您的手上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靠 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OK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 我们回家 昨天的时候 讲到有三个 是有四个人 长大麻疯的人 是不是 OK 我们先把麦克风关一下 OK好 有四个长大麻疯的人 他们坐在那个城门口 哎呀我们干嘛在这里等死啊 是不是 They said to each other 他们彼此互相说 Why stay here until we die 反正他们知道 他们得了大麻疯 这个是不治之症 会死的是吧 We say If we say 假如我们说 We'll go into the city The famine is there 所以我们现在进退两难 他们坐在城门口 我们如果进这个城里面 城里面是有famming 是有饥荒的 And if we stay here We will die 如果我们就坐在这里 不动也是会死 因为身上已经长了大麻疯 So let's go over to the camp of Arameans 他们就想出了这个妙招 就想出了这个计谋 他说 那我们干脆到亚兰人的军队那边去好了 他们的营 他们的军营那里去 And surrender 最重要我们要surrender 投降 这个字很重要 surrender 这是个长大麻疯的决定要去投降了 去surrender If they spared us 他们如果保住我们的命的话 我们就活了 We live If they killed us Then we die 他们如果杀了我们 那我们就死了 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是要死 留在这里 还不如干脆去那里投降算了 OK So at dusk 所以这个dusk是指黄昏之前 就是天快要黑的那一刹那 天还没有完全黑 但是已经快要黑了 那个叫黄昏的时候呢 They got up And went to the camp of Arameans 他们就起身了 就到那个亚兰人的那个军队那边 他们的军营那里去了 When they reach Reach是接触到 接触到什么 The edge H是什么的边上 比如说衣服的边角 桌子的边角 有时候小孩小会碰到这个边角 还有什么边角 布料的边角 OK 帽子的边角 一张纸的边角 都可以叫edge edge of the camp 指的是军营的边上 那他们就是到 已经到了那个 接触到那个军营的边上的时候 哎呀 真奇怪 Not a man was there 你看英文 他有这种特殊的句型 汉语是没有这种句型了 他可以一开始就用否定 Not a man 一个人都没有 was there Not a man was there 好 这个句子如果是 There was not a man OK这个就不足为奇 但是他把Not a man放在前面 就加重这个语气 一个人都没有 OK 第七章第六节 为什么会这个样呢 因为 因为 For the Lord had caused Aramians to hear the sound of chariots and horses and a great army 因为 耶和华神 had caused 他让这些亚兰人 造成他们听到声音了 什么声音呢 the sound of chariots 我们知道 chariots 是我们的 这个军队的战车 战车 OK horses 听到马的声音 a great army 听到一个很庞大的军队的声音 哇 所以他们亚兰人都听到这些声音 神让他们听到这些声音 so that they say to each other 听到这些声音之后 他们彼此互相说 look 你看啊 the king of Israel has hired the Hittite and Egyptian kings to attack us 所以因为这样的声音 让他们听到 所以他们就相信了 king of Israel 是以色列的王 has hired hired是说 他雇用了 OK 他买通了这些人 买通了什么人呢 两个民族 一个叫Hittite Hittite 这个也是饶涌善战的民族 另外一个是Egyptian Egyptian是这个埃及王 埃及人的王 所以Kings 一个Hittite的King 一个是Egyptian的King 这两个民族的王啊 以色列王一定是买通他们了 已经雇用他们了 来attack us 来攻击我们 不然怎么声势如此浩大 我们都听到这么多战马的声音 战车的声音 还有这个庞大军队的声音呢 肯定就是雇用了这些民族来了 So they got up and fled in the dusk Flat 他们就逃跑了 这个是Flee的过去是Flat OK 所以他们起身 这些亚兰人就起身逃跑了 In the dusk 就在黄昏的时候 他们逃跑 In the abandoned 这个abandon 这个字我们学过 Abandon 是抛弃了 抛弃 抛弃就不管了 抛弃他们的 Their tents 他们的帐篷 Their horses 他们的马也不要了 Dunky 驴子也不要了 They left the camp As it was OK 所以呢 They left the camp 他们就离开了他们的这个军营 As it was And ran for their lives 就像就像 As it was 指的就是说 这个军队就就照这个样子 就把它丢在那里 也没有说什么军营收拾收拾什么 什么没有 就照这个样子 把它丢在那儿 不管了 As it was And ran for their lives 他们逃跑 是为了为什么呢 For their lives 为了他们的命来跑 所以是为了逃命 只顾着逃命 军营什么都不管了 都不要了 就扔下了 The men who had leprosy Reached the edge of the camp The men 注意这是负数 有四个人得了麻风病的 这四个人 他们都是有leprosy 麻风病的 Reached the edge of the camp 是说他们触摸到 他们这里指的就是他们人到那个地方 到了这个军营的边上 Enter one of the tents 他们到其中一个帐篷里头去 Aid and drink 因为这些亚兰人跑的时候 就当场线下把军队军营的东西这样扔着 也没有收拾收拾 丢着 他们就跑了 所以什么东西都留在那里 哎呀 这四个麻风病的很高兴 在那里 Aid and drink 他们在那里吃东西 喝东西 高兴得不得了 And carry away 他们还带走一些东西 Carrie away是什么东西 把什么东西带走 带走了银子 带走了金子 Gold and clothes OK 把衣服也带走了 哎呀 所有这个亚兰人留下来的好东西 他们都给他都带走了 OK 好这个时候呢 And went off and hit them OK 所以他们呢 就走了 就是离开了 OK 拿出了这些东西以后呢 然后就went off 就走了 走了 然后hit them 还把这些财宝 这些东西都藏起来了 啊 这个就占为己有了 太棒了 OK So They returned 他们又回来一趟 啊 回来 And enter another tent 哇这个搜刮了一个帐篷不够 再进又回来了 回来以后再进入另外一个帐篷 OK 然后and took some things from it 这个it指的是那个tent 就从那个帐篷里面 第二次他们再回来的时候呢 又从这些里面又拿了一些东西 and hit them also 那每次拿了东西就hit them 这个hid是hide的过去式 hit hit 把他们都藏起来 每次哎呀看到好东西 拿了就藏起来 OK then they said to each other 四个人彼此呢 互相说 each other是互相说 we're not doing right 我们做的不太好吧 哦 说实在是收官人家的东西 This is a day of good news and we're keeping it to ourselves OK 但是今天呢 是个好消息啊 这是一个好消息的日子 因为你看我们这么幸运跑到这里 然后本来是来跟亚兰人投降的 结果一来亚兰人都没有 全跑光了 还把金银财宝好东西都留着 就逃命去了 今天这个是个好消息 虽然我们做的不对啊 但是这个很不错 we are keeping it to ourselves 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保守秘密啊 这件事情我们彼此知道就好了 别说出去啊 Keep it to ourselves Keep it to ourselves 常常你跟别人讲哎我跟你讲 我今天跟你讲的话 你不要跟别人讲啊 Keep it to yourselves 意思就是你自己保密就好了 If we wait until daylight OK 因为他们去的时间是傍晚 傍晚的时候天快要黑的时候 然后当然趁着晚上 哇又进去了几个帐篷 他说假如 If we wait till daylight 假如我们在这里逗留 等到 Daylight是白天的时候 天亮的时候 Punishment will overtake us Overtake呢 就是说他会 他会克服我们 他会临到我们身上 Overtake us 假如我们在这里 夜晚作案还可以 这些亚兰人跑掉了 是吧 但是如果说我们等到 等到这个天亮的时候 还留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Punishment OK 这些惩罚 一定会有人来惩罚我们的 这些惩罚 Overtake us Overtake好像是来 来追赶上我们 赶上我们 所以我们就 这个惩罚 就会临到我们身上 Let's go at once At once 是立刻马上的意思 我们赶快走吧 赶快走 立刻走 别等到天亮了 And report us to the royal palace 我们要去跟皇家 Royal palace 那些皇宫的 OK 皇宫啊 皇家去跟你 跟他们去报告去 准备去报告了 So这四个德马 大麻疯的 They went and called out to the city gatekeepers and told them 所以他们就 回来了 回到那个城里面 就跟这个 gatekeepers 手大门的 叫gatekeepers 这个城里面 守大门的 就跟他们说 We went into the aramean camp and not a man was there 我们啊 我们跑到那个 阿玛丽亚兰人 他们的这个军营里面 结果一个人也没有 Not a sound of anyone 没有任何人的声音 什么声音都没有 连声音也没有 Only OK tethered Horses OK 所以呢 只有那些拴着 tether是把它拴着的 OK 那些拴着的 那些 马 Horses and donkeys OK Tether Tethered就是绑起来的 拴起来的这种 有马呀 还有驴子啊 And the teens left Just as they were 那个帐篷呢 就留在那里 就如同他们逃跑之前一样 也就是这个帐篷 都没有人收拾 就就丢下就不管了 就扔在那里了 OK 11节 The gatekeepers shouted the news 所以呢 这个守大门的 守城门的人 shouted 就大叫 报告这个信息 报告这个消息 And it was reported within the palace 所以呢 他们就在这个 Palace是那些皇家的王宫 这些贵族 王室 王住的地方 叫Palace 所以这个消息 就被报告进去了 The king got up in the night 晚上 这个王啊 就起身 夜间起来 And said to the officers Officers 指的是他的大臣 他的军官 他就跟他的手下讲 I will tell you what the Arameans have done to us 来我要告诉你们 这个亚兰人 对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They know we are starving 因为这个城里 这个时候是有饥荒的 是吧 他们知道我们已经饿死饿死了 这个starving 是饥饿 饥荒 非常饿 饿得不得了 这个叫starving 饿死了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回家 哎呀 I'm starving 我饿死了 有什么吃了没有 这个就是starving So they have left the camp to hide in the countryside 他们知道我们有饥荒 所以啊 他们就 left the camp 他们就离开这个军营 然后呢 躲藏在 hide in the countryside 躲在这个田野之间 躲在乡下 OK thinking 他们一定是在那里想 thinking 说什么呢 they will surely come out 他们是这样想的 他们把自己躲藏起来 然后他们想说 they will surely come out they当然就是指的 这个以色列这边 他说 他们认为说 这个 他们一定会出来 就是以色列人一定会出来的 and then we will take them alive 这样我们就可以活捉他们 and get into the city 然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 这些亚兰人想说 我们就可以进城了 所以 他是这样想的 王认为是因为 这些亚兰人知道 他们有激光 所以呢 故意的设下的陷阱 他们躲藏在外面的郊外 然后呢 等着 看什么时候 这个以色列人出城 出来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活捉他们 而且呢 就可以进城了 所以这是王的想法 one of his officers answered 其中他有一个臣子 一个officer 军官就回答说 have some men take five of the horses that are left in the city OK 他说我们这样子吧 我们这个城里面 现在是 不是都已经很饿死了 都饿得不得了 没吃的 饥荒嘛 我们 我们让一些人 have some men take five of the horses 带了五匹马 that are left in the city 就是留在我们城里面的 这些五匹马 然后呢 their plight will be be like that of all the Israelites left here OK 所以 基本上 城里面的人都快饿死了 马也是 快饿死了 OK 也没有多少马了 就是仅剩下的这些 their plight 这个plight 指的是他们的这种困境 他们的处境 OK 这种困难的程度 will be like that of all the Israelites left here OK 所以他们的处境 就就像这些 就跟城里的以色列 都是快灭绝了的 OK 所以讲的就是说 基本上呢 我们想办法 拿五匹马 然后留在城里面的 但马的处境 其实跟人差不多 都是跟以色列人一样 都是快快灭绝了 都快没了 都饿死了 yes they will only be like all these Israelites who are doomed 就像这些 以色列人一样 快要被灭绝了 快要都没有了 doom OK 这个doom 基本上就是 有祸害 快要被毁灭的意思 叫doom OK 所以这马跟人一样 都是快要灭掉了 so let us send them to find out what happened 我们故意派这五匹马出去 派个人出去 然后呢 我们去打探一下 to find out what happened 看看发生什么事情 so they selected two chariots with their horses 他们就选择了两辆 战车 还有他们的这个 战车拉的的马 and the king sent them after the aramean army 所以after 在什么的 after就是在什么的后面 也就是去追赶 去追寻 去找 的意思 去找这个亚兰人的军队 he commanded the drivers 他特别啊 就跟这个驾驶 战车的这些驾驶说 go and find out what has happened 你们去去找出来 去去找出来答案啊 去看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怎么亚兰人跑掉了啊 去探一下军情 they follow them as far as the Jordan 所以他们一路 找啊找啊 找这个亚兰人 找到什么地方呢 最远 as far as 最远到了这个 约旦的河边 到约旦河边 他们看到什么呢 they found 他们找到了 the whole road strewed with the clothing 所以这整条路上面 整条路上 丢的都是这些 clothing equipment the arameans have thrown away 所以这个路上啊 到处丢的东西呢 都是这些 亚兰人逃难的时候 急急忙忙 丢出来的东西 都是这些东西 所以 strewed 指的是那些掉落 散落的 这边一个 那边一个 就是很散乱的 散乱在到处的 有什么衣服啦 有那些什么 器具啦 这些所有亚兰人 丢在他们里面啊 in their headlong flight headlong flight 他们一路急急跑的时候 他们为了要求躲命 要保命嘛 是不是 要保命的时候 他们一路上 所丢的这些东西 ok ok 所以 这个地方讲说 这里有一个讲法 headlong flight headlong flight 这个意思就说 他们 一路狂奔 headlong flight 指的就是fly 是好像飞起来一样 指的是他们一路狂奔 一路飞奔 叫做headlong flight 他们一路飞奔的时候 哇 到处丢的这些东西 都在约旦河边 都看到了 so the messengers returned and reported to the king 所以 派出去的这些 两辆战车 还有这个战车手 士兵 这些人就看到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so the messengers 这些使者 王的使者呢 就回去了 然后把这个报告给王 then the people went out and plundered the camp 所以这些人啊 原来在城里 闹饥荒的 被人家围困的 这些以色列人 现在就出来了 所有的老百姓 就出来了 and plunder plunder就 抢夺 掳掠 或者是洗劫 都可以 plunder 就是抢人家的东西 plunder the camp of the Arameans 他们就洗劫了 这个亚兰人的 这些军营 他们留下来的 so a seal of flour sold for a shekel 那真的是 这个面粉 一个 seal的面粉 现在卖一个shekel two seal of barley sold for a shekel 然后两个 seal的 这个大卖呢 价钱是一个shekel As the Lord has said 就如同耶和华神 先前所讲的 先前时候 已经是非常绝望 根本不 没有吃的了 就是已经灭绝 都已经一子而食 我吃你的儿子 你吃我的儿子 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 是吧 根本没有吃的 马跟人的处境一样 都快被灭绝了 吃光了 可是自从他们抢了 这个亚兰人 留下来的军营以后 什么都有了 也有面粉了 然后也有这个大麦了 什么都有了 这个就如同先前 耶和华神 透过那个先知 丽莎所说的 一模一样 Now the king had put the officer on whose arm he leaned in charge of the gate 所以呢 这个时候 这个the king 是指那个王 王就派了这些 put the officer OK 这个officer the officer 是有所指的 就是那一位军长 那一位他的这个军官 这个军官是哪一位呢 就是他当初 靠在他身上 搀扶着他的那一位军官 派他去 in charge of the gate 负责掌管 城门 这个城门的城门口 负责掌管 and the people tramble him ok tramble him in the gateway 但是呢 很多人在那个 本来是负责 他负责看管 这个城的大门的 结果因为太多人 进进出出 这些人急着往外面跑 要去抢这个亚兰人的 这个军营 因为他们在里面 没有饥荒 没有吃 对不对 每个人跑出去的时候 大量的人跑出去 就有踩踏 Tramble是用脚踩踏 踩踏到这个军长 把他给踩死了 in the gateway 因为他是守这个军 城大门的 所以他就死掉了 Just as the man of God had foretold when the king came down to his house 所以呢 这个就如同 神人在王下来 见他的时候 所说的以往 当时这个先知 所说的预言 现在都实现了 As the man of God man of God 是我们的先知 我们的神人 foretold had foretold foretold是 先前所说的 他先前所说的 那些事情 什么事情呢 预先所说的事情 就是当那个王下来 要到他的家的时候 所说的这些话 一模一样 这些都是照实 如实的就发生了 如实的就发生了 OK好 第十八节 It happened as the man of God had said to the king 这些呢 就如同这个神人 他跟王所说的话 一样 他说什么呢 About this time tomorrow 明天的这一刻 a seal of flour seal seal是一个度量很好 这个一个seal的面粉呢 will sell for a shekel 将会卖 一个shekel的价钱 and two seals of barley 两个seal的这个大麦呢 也是卖 一个shekel的价钱 at a gain of Samaria at a gate a gate 是那个 萨玛利亚的城门 叫做the gate of Samaria 所以萨玛利亚城的大门 那个地方 OK 城门口就可以买到面粉了 就可以有什么大麦了 这个事情说出来的时候 这个预言出来的时候 萨玛利亚人是没有办法想象 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都快饿死了 还有什么面粉 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barley 还有大麦呢 结果事情真如他们 这个是耶和华神 透过这个神人所说的话 the officer had said to the man of God 这个军长就对这个 这个神人说 look even if the Lord should open the floodgates of the heavens 记得吗 当时那个军长 跟这个神人说 纵然这个耶和华神 他要把这个天上 都开了窗户 天打开一个窗 could this happen 这能发生吗 意思就是不能发生 OK 我都不相信的 the man of God had replied 这个时候神人曾经 先前 注意这时候 过去完成的事 所以他先前 曾经回答他说 you will see it with your own eyes 你会 你自己的眼睛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眼睛 就会看到这件事情 but you will not eat any of it 他说你可以用眼睛 看到这个事情发生 但是呢 你是吃不到这些东西了 因为你在大门口 手大门口 最后人通通冲出去城的时候 你就被人家踩踏死了 所以你享受不到这些食物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光景 OK 好 我们再来看二十节 and that is exactly exactly what happened 这就完全 exactly 就完完全的 真正发生的事情 叫exactly 这件事情 就是这样发生的 如同这个先前所讲的预言 一样的道理 一点问题都没有 真实的就发生了 真实的就发生了 OK Exactly what happened to him 这就是发生 真实的发生 在他身上的事情 for the people trample him in the gateway and he died 因为呢 他是守大门的 守城门的 所以呢 这些老百姓冲出去城的时候 都把他踩死了 就在大门口踩死了 当然他就死掉了 所以他可以眼睛看到 有这样的事情 可是他吃不到 他享受不到这些 因为他已经给踩死了 OK 好 我们再来看这里 有一个two kings 是表示猎王纪下 kings是很多王的意思 OK 好 写一个八是chapter a 第八章 OK Now Elisha has said to the woman whose son he had restored to life Elisha这个时候呢 他就跟这个妇人 记得吗 那个妇人是他把他的 这个女人的孩子 restored to life 把他给救活了 OK 他的生命又重新被 这个restore 好像重新再来过 重新重治一样 让他重新复活过来的 所救活的那个妇人 他跟那个妇人说 go away with your family and stay for a while whenever you can OK 好 你要离开这个地方 OK go away with your family 你跟你的全家 你的全家 通通离开这个地方 for and stay for a while 到那些地方去 待一会儿 OK whenever you wherever you can 任何你可以待的地方 反正你离开这里 去待一阵子吧 because the lord has decreed a famine in the land that will last seven years 因为呢 这个decreate 是这个神已经命令 这样一下 这个命令叫decreate a famine decreate a famine 是说神已经命令 这个事情要做 要发生的事情 OK 好 所以decreate 这个神已经decreate a famine 他已经命令要让这个饥荒发生 所以你不要待在这个地方 OK 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这个地方会饿死人的 所以 神已经降下命令 让这个地方发生了这个 这个decreate 发生一个饥荒 那么 in the land that will last seven years 这个地方会发生七年的时间 七年的时间 OK and the women OK the women proceeded to do as the man of God said proceeded 马上就是 proceed就是他开始动作 开始做这个事情 他就进行 开始做了 他进行做什么呢 如这个神人所说的话 照他说的 去做了 she and her family wain away 他跟他的家人呢 就离开这个地方 离开这个地方呢 然后 and stay in the land of the philistines seven years 所以他们全家离开了这个以色列的地方 就到飞利士人的地方去住了七年 住了七年 因为这个神人说 这个事情要发生的话 大概要有七年的时间 都是这个饥荒 是吧 at the end of the seven years she came back from the land of philistines 七年的时间过去了 他就呢 从这个飞利士人的那个土地那边呢 就回来了 and went to the king to beg for her house and land 他直接去见王了 ok went to the king 他直接go to the king 去到王那里去 beg for 他是怎么样 beg for 是求啊 好好的求 他要求告 要拿回他的什么 他的房子 还有他的土地 啊 我七年是去 飞利士人那里避难了 现在我回来了 是不是能把我的土地还给我啊 the king was talking to Gehazi 这个时候啊 神呢 这个王呢 正在跟那个 神人的仆人 Gehazi 在讲话 the servant of the man of God 他就是神人的仆人 and had said 他这样说 tell me about all the great things Elisha has done 他说 你跟我说一说吧 王说 你跟我说一说 所有这个 神人 这个先知 Elisha 他所做的事情 跟我说一说吧 这个是八章的第四节 我们今天停在八章的四节 我们下一次可以从八章五节开始来讲 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感谢你 我们今天又读到这个Elisha的这个故事 神来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每天